西马半岛多处大停电 各地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上传停电的情况 一名在交赖的网友被困在电梯里 只能从停在楼层间的电梯里从缝隙间跳出来 双微和城中城购物中心因为停电而陷入一片黑暗 手扶梯自动门广告屏幕和电梯等都无法运作 在沙灯地区 红绿灯因为停电失灵而交通瘫痪 市政局在面子书发文 将会陆续安排交通渡导员在主要道路指挥交通 网上的照片也显示 吉隆坡国际机场因为停电而一片漆黑 乘客摸黑行走 在巴达林在野白沙罗的一座办公楼内 网友在漆黑的停车场中靠着微弱的车灯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